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哥一有机会争取在这里和大家谈谈 与我们生命有关的问题 今天又讲食生了 为什么今天讲食生呢? 因为在我们食生会的WhatsApp群组里 这几天有人提出一些问题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 我又想在这表态 就是食生是否要食100%呢? 食点熟行不行呢? 如果你吃了一排生又转回去食肉 会不会很危险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你想一步步加入食生族行不行呢? 怎样做呢? 还有又讲回那个问题咯 为什么这些东西煮过就不好吃呢? 还有啊 为什么食生这么难解脱那些熟食人呢? 现在我们一起静一静先啦 大家静一静一静呢 开始谈好吗?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去找 什么都不用去求 因为什么好的东西我们都有了 在我们里面的世界那里 静心呢 就是回到里面的世界 享受我们本来就有的平安 本来就有的喜悦 本来就有的丰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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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这些东西煮过 真的不适合人吃呢? 可以不吃就不吃呢? 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煮过之后就有毒呢? 如果我们细心留意 我们应该很容易就知道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人本来就是果食的动物 果食的动物 就是说主要是吃水果的 由几百万年前开始 人类的祖先是凭感官去选择食物 他们选择颜色香味味道 决定吃什么不吃什么 所有动物都经过长年累月的进化过程 都知道吃什么呢? 怎样吃呢? 就是身体最有益的 后来阴差阳错下 由于一些我们未知的原因 发明了熟食 有很多解释的 现在我不讲了 但总之就是熟食就是违反我们生理设计的 更加论益就是吃什么熟食多 就变成一种毒癮危害健康了 现在这几年科学实验逐渐证实 你吃熟食的健康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很多 比起吃生一种 所有动物的生理设计 都只是适宜吃生的 即使到今天 经过了这么多一代 我们身体的设计是没有变到的 停留在几百万年前 原野上生活是一样的 很简单地说 你煮熟的东西 原本有的维他命 矿物质 蛋白 脂肪 油基酸 还有几百种 几千种对身体机能 极端重要的养分 都全部破坏了 而经过辐射处理 譬如微波炉 辐射保鲜 经过基因改造的食物 更加严重改变了食物的本质 其实他的杀伤力很难估计 但是到现在 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 包括直到中年的长过 从不觉得 知识煮熟了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告诉我们 但是请你看看事实 你煮熟了 维他命B平均损失了一半 你煮熟了 维他命B1损失达到96% 你食物煮熟了之后 你食物煮熟了之后 维他命C平均损失7成8成 食物煮熟之后 叶酥损失达到97% 食物煮熟之后 烤素损失几乎100% 那你还吃,如果你吃生, 即是说未经过41度这个温度去整热它, 又未受化污染, 复射污染能够保持新鲜充满生命力, 吃到身体里面就提升新生命的状态, 是事实来的, 但是由于旧式的科学, 将物质分化孤立来研究, 因此就很难理解食物如何整合, 包括它整体的能量模式, 所以大家都没有留意到, 食生食熟对于身心灵的效果, 真的差很远很远很远, 我看到我的两位老友前辈, Becky,胡校长在看, 多谢你们捧场, 多谢大家长期捧场, 又说一下, 为何我们这么喜欢吃熟食呢? 我们每天在吃的东西, 大部分不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为何吃垃圾呢? 还吃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开心, 在其他方面得不到满足感, 所以吃些垃圾食物, 也要麻醉自己, 掌励自己, 不停刺激自己, 叫做提神, 结果弄巧反绝, 造成恶性循环, 你喜欢喝哪些汽水呢? 可能就是, 你八岁的时候, 有一次你考试成绩很好, 爹地妈妈就买了那种汽水, 或者是那些东西, 就加许你, 说你聂子聂女, 于是, 你就将这些汽水, 就当做满足感了, 念念不忘, 你喜欢吃披萨, 可能是你第一次拍拖的时候, 和你的拖友去到餐厅, 吃了几次披萨, 你从此感觉到, 需要爱, 就马上回去那时, 吃披萨, 马上回去那时的甜蜜陶醉世界, 我们经常习惯了, 将这些食物当做掌赏或者补偿, 失戀, 面施失败, 很不开心, 就去狂食一餐, 希望抵消到那种挫败感, 或者你做得好, 完成了一个大计划, 就用大量的甜食来慰勞自己, 很简单说就是, 吃东西其实是want, 不是need, want就是满足, 这是生理需要, 而且慢慢就上瘾了, 心理上, 我们自小吃了精济的三白食物, 白米, 白面粉, 白糖, 道致情绪, 对这些食物产生依赖, 譬如小麦那些, 是有妈啡那类的物质, 令到我们是上瘾的, 你不吃白米, 不吃白面粉, 就觉得成身无力不够饱, 你不吃白糖的食品饮品, 就觉得不满足了, 所以精济食物, 你解不掉了, 但这些精济食物, 是人都知道的了, 是对健康杀伤力很大的, 另外情绪不稳定, 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去分解这些毒的东西, 就很累了, 是真的, 熟食这种是很厉害的毒癮, 难过解烟, 难过解咖啡, 难过解毒品, 不过你只要有决心, 其实不是无办法的, 那些人就问, 食生可不可以食熟, 表现上这是一个无厘头的问题, 但现实生活中, 就有特别的意义,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东西, 你想下去, 就明白到食生的真相了, 很多人就是吃点生, 又吃点熟,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来的, 但那些自己说自己完全食生又怎样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用说你都知道, 熟食是当然的文化来的, 即是预了个个都是食熟的, 无理由不食的, 你做人只要你应酬,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食熟的, 因为找不到食生的东西嘛, 遗世所逼, 礼貌啦, 或者面子啦, 不食不行的, 有些人就相信, 我要吃些熟的东西去医病, 譬如熬良茶啦, 或者进补, 要是吃些补品啦, 所以就继续食熟啦, 有些人觉得美食当前, 自己心想你受不了那么厉害的诱惑, 还有很多啦, 就是他搞错了, 以为熟食才是安全的, 食生很危险的, 又有细菌又什么又什么的, 那我们食生族怎样呢, 就是他们经常都问, 可不可以食些什么, 其实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反正是自己, 你有什么信念, 你有什么感受的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有关的因素啦, 然后根据当下的感觉来决定啦, 譬如, 份量, 吃一点点啦, 舔一点点味道, 一两口, 就是, 或者你是不知道的, 你吃了少量熟食的东西啦, 或者你是很饿吃的, 偶然间吃少少熟的零食, 这样呢, 我估计, 一般来说, 对身体影响不大, 就不用大羊小怪, 小题大做, 又觉得困扰, 内疚, 失败, 第二啦, 第二啦, 如果你讲熟食, 即是说, 没有生命的食物啦, 原来是有各种不同的状态的, 不是所有的一样, 譬如啦, 你吃一些很少调味的草米饭啦, 番薯啦, 即是蒸熟的番薯啦, 那些啦, 或者是绿菜啦, 你不去调味啦, 那通常呢, 都是损失了全部的酵素啦, 和部份的营养, 刚才讲了啦, 咬下去呢, 又可能令身体发炎啦, 但即使是这样, 杀伤力都要很有限的, 但是, 经过高温处理的原味食材呢, 譬如果仁呀, 干果呀, 椰青水呀, 种子呀, 当它经过高温呀,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经过轻度加工, 和健康调味, 的东西啦, 譬如啦, 我随便讲啦, 蒸豆腐啦, 豆浆啦, 绿茶啦, 滚汤啦, 对健康是不好的啦, 只要份量不是很多, 次数不是那么密, 身体仍然有限度, 可以处理的, 除非你对食材很敏感, 但是有一些食材, 肯定是严重危害健康的, 包括肉类啦, 海鲜啦, 蛋啦, 奶啦, 小麦製品啦, 即是面啦, 那些啦, 面包啦, 薄饼啦, 蛋糕啦, 饼干啦, 这些, 还有高温处理的食物, 譬如煎过的炒过的, 炸过的, 烧过的, 爆过的, 还有, 含有大量人工化学物质, 尖加剂的东西啦, 汽水啦, 鸡精啦, 在街边卖那些腸粉, 那些什么酸甜苦辣酱啦, 这些啦, 吃一点都很大杀伤力的, 那你想过才好吃啦, 还有考虑的呢, 就是你的需要,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你是不是真的要吃这些煮过的药材, 譬如中草药茶, 这样呢, 才治好你的病的呢, 当你是真的先啦, 就当它是拳而知计, 或者是无相大雅, 这样啦, 那么呢, 最重要就是看反应, 如果你是全面食生一排, 再次吃回熟食啦, 很多人都告诉我听, 身体很强烈的抗拒反应的, 很累啦, 整个人猛下猛下啦, 想不到事啦, 失眠啦, 消化不良啦, 甚至是痛啦, 头痛啦, 主要是啦, 那味精反应呢, 又是非常普遍的, 对于这个咖啡因的反应是很厉害的, 那所以啦, 你吃开生呢, 吃回熟啦, 预算是这样啦, 还有啦, 如果你吃开生, 又吃回小熟啦, 有机会呢, 那瘾就回来了, 你本来是戒了的嘛, 现在引回来, 这就很难搞啦, 破了戒一两次, 就会沉迷眷暖, 往日那种情怀口味, 以前去哪里吃过这些, 阿妈煮的那些什么呀, 结果就走回头路啦, 吃回熟的东西, 你觉得划不划, 你自己决定啦, 的确有些人呢, 不会的, 不会上瘾的, 意志很坚定的, 但不要几多个啦, 于是呢, 很多食生族, 创造这些情形, 就会是会挣扎的, 你破戒了一次, 以后, 常常都会有些诱惑的啦, 你每次都要决定, 吃好还是不吃好, 耐心在打仗, 尤其是呢, 如果你是应酬频繁的, 那整天都要决定吃好还是不吃好呢, 很痛苦的, 分分钟呢, 就把持不住, 就走回头路, 吃回熟, 吃回肉的啦, 这样, 还有呢, 很不幸会发生的, 就是呢, 如果你吃了生一排啦, 那你就, 有一次, 向诱惑低头, 吃小熟的东西, 那吃完之后呢, 你就自责啦, 怪自己为何我那么软弱的呢, 特别是呢, 如果是你出现到一些不尋常的反应, 那你就觉得很不应该啦, 总之说到尾, 现在我们在讲这些是饮食的大革命, 没得勉强的, 最重要你是善待自己啦, 我们很多人都是人, 很多人是心和脑是分裂的, 即是呢, 只是这里的理性, 你的左脑, 它原来要吃生, 其实内心不断抗拒, 理性上你觉得是要吃生的啦, 我这样才可以找回我的健康, 但是呢, 你勉强坚持下去啦, 你这个心是还未到这个位呢, 那你做人就是很痛苦, 即使你是真是做到继续吃生, 但是身心灵状都完全不健康, 因为内心是很抗拒, 那真的要等到缘分到才是, 就是真真正去实行, 暂时试下先啦, 很多人都不知道, 食熟的素都有很多种不同层次, 譬如我这样讲啦, 有一些是食熟的素, 是食得很健康的喔, 非常健康的喔, 譬如它是食纯素啦, 即是说蛋奶都不食啦, 又经常买有机的产品啦, 那你可以说是八十几分啦, 但是很多人吃了素之后, 哇整个人都不同了, 跟以前的身心灵状状都不同了, 但是经过了几年呢, 停了在那儿, 即是健康的改善呢, 都是停了在那儿, 很多的啦, 但是又不记得继续好回啦, 那就是因为内心世界, 还有很多问题, 你经常都很多烦恼, 你经常的休息不够, 你经常都忙碌得很厉害, 就算你吃得对, 都是很多问题啦, 你继续这样的熬下去, 甚至会状态倒退的, 甚至是, 譬如啦, 再吃肉啦,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吃生呢, 是真是坚持到啦, 哇你各方面的问题, 一个一个没了啦, 生理的病患啦, 情绪的困扰啦, 人生路向那种迷惘啦, 在短时间内消失的, 以后你的生命呢, 就可以维持在九十几分, 九十几分非常理想的水平啦, 你吃了生后呢, 拿自己去实验啦, 你吃的每一餐, 都是为了同胞, 为了社会, 研发新一世代的食物, 你生活每一日, 都在寻找体验设计, 全身的饮食习惯模式, 你知道现在是一个, 全人类大转弯的时代, 回归天然的饮食啦, 你每一日都在示范着, 未来人类的理想方向咯, 那又讲回,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何熟食那么多问题呢, 其中一样想跟你解一下的, 就是熟食你必然多吃很多调味品, 因为如果不调味, 熟食那些根本吃不下, 那又怎算呢, 你吃了很多很多, 味精啊, 豉油啊, 糖啊, 那些咯, 如果你是吃生就不会, 问题在那里, 刚才我讲的东西, 绝大部分, 多多少是刺激身体的, 令到你身心灵, 处于非常紧张的, 作战状态过, 你有没有想过, 原来当你吃生的时候, 吃熟食的时候, 你是处于身心灵的紧张状态, 这样就会出事了, 长期不但只是发炎, 这样咯, 调味品和熟食, 两个夹起来, 就令到你很伤, 所以你要改善, 尽量减少熟食, 尤其是即使是你吃熟食, 都吃一些清淡的, 没有什么调味品的, 不要经常出去吃那么辣, 那么咸,那么甜的东西, 徹底的办法呢, 就是不出街吃东西, 尽量不出街吃东西, 不吃人家煮过的东西, 是会食物严重破坏了, 接着它破坏你的身体了, 一个番柱, 放在厨房里面, 三几天, 是不会变坏的, 甚至会生牙出来, 但是一煮熟了它, 放在这里, 一两天就会腐烂, 臭, 就是这样,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所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饮食营养癌症, 讲得很清楚, 所有主角的食物, 所有主角的食物, 都令到我们身体细胞变异的, 含有致癌物质, 吃主角的碳水化合物, 主角的蛋白质脂肪, 就是在吃着致癌的物质, 煮熟了的东西, 80度以上, 100度以上, 你不要讲煎炸的那些, 二三七八度, 尽量里面的生命力, 即是酵素, 没有了, 四十几度已经没有了, 令身体在处理过程里面, 因为身体要, 你吃下去身体要做事, 那就很累了, 消耗体内的能源去搞它, 处理它, 不断发炎, 因为身体当作是敌人, 在打它, 出了防部队应付, 不断发炎, 所以就这么累了, 所以病就不好, 所以很容易病了, 吃熟食很容易病就是这样, 如果你吃那些经过高温烹调, 即150度摄氏以上那些, 譬如煎炸烧焗这些东西, 它们的化学成分就会改变, 营养破坏了, 甚至各式各样杀伤力的物质, 就是在大量出现, 严重那些会致癌, 所以怎么办, 就是尽量食生, 所有过分烹调, overcooked那些, 即是炒, 煎, 炸, 烧, 焗这些, 煙这些, 就是尽量不吃, 如果你真的要吃熟的那些, 就不要煮到那么熟, 用水滤滤滤, 粟米, 用一些蒸气蒸一下它, 茄子也是那些, 你可以吃半熟, 或者小小熟, 是吧? 讲一讲, 就讲回, 开始我提到,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间说这些呢? 就是因为我们食生会的WhatsApp群组, 就有一位大姐忽然间说, 所以你还吃肉? 我以为食生的人都是吃素的, 原来也不是, 这样, 他就觉得很震惊, 你们这些人吃肉的吗? 我走了, 于是大家说, 不是, 大家在人生路上一起走, 每个人的训练习性都不是一样的吗? 于是他再问, 原来食生都可以食肉的吗? 长哥就回答, 这样看咯, 食肉都可以食多些生的, 他就说, 他就说, 即是他说, 食生都可以食肉这么多, 我说, 食肉都可以食生的, 他就说, 你可以block了我, 原来食肉又可以食生, 我真是很震惊, 有网友就说, 食肉的人都可以食多些生的, 食生的人既然食肉, 两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 你如果说, 食肉的人可以食生, 听起来舒服很多, 于是, 有网友讲这个真相, 不要在这儿糾纏这件事, 生吃, 你可以完全食生, 你可以RAW-1, 即是吃早餐食生, 或者RAW-4, 午餐早餐都食生, 慢慢轻松松, 食多些食多些食多些, 大家互相在这儿鼓励, 支持, 我们一起走上健康之路, 即是, 我们有这个地方, 可以一起互相分享, 学习, 那不是很好吗? 那, 你自己, 会不会, 试下, 完全食生, 随心所欲, 看完份, 用什么这么执着呢? 是的, 有些人素食转食生, 有些人集食转食生, 都是同一个道理, 大家在同一条路上努力, 有高有低, 大家鼓励一下, 那另外一位朋友又说, 参加我们这个WhatsApp的朋友, 多数都不是佛教徒, 所以不用握住, 坚持, 这些这样的饮食是戒律的, 我们只是在那儿讨论, 跟食生有关的主题, 参加的人大部份都是吃少少生, 就不像你以为那样, 一定要完全食生才可以参加我们这些讨论的, 食肉的人, 可不可吃一餐熟的素, 或者慢慢转为传素, 没问题的, 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 所以, 不会存在食欲就不能够吃素的理论, 讲到尾, 个个人都是多或少吃生的, 水过都吃一两个吧, 够不够, 这都算是吃生的, 吃生没有人说, 尤其是没有说过要完全吃生, 只不过吃生的定义, 我们讲了, 什么叫吃生, 就是不吃那些没生命力的东西, 你坚持到多少, 你觉得自己现在可以做多少, 就做咯, 正如有个网友讲, 吃生吃素吃素吃肉, 都是个人意愿来的, 有些觉知不同了, 就会转念咯, 有些人没办法, 即刻就转了全食生的, 或者即刻转了食素, 都需要时间去调节的, 很多前辈都讲过, 食生这条路不容易走的, 这个群组的目的就是鼓励有心人, 在大家的食生路上, 互相支持, 分享心得, 持之以行, 相信你都不是, 一出粮胎就完全食生, 是吧, 可能你很早觉知了, 很早转念, 很早有很多得着, 你已经将你的经验和心得, 去鼓励那些初读食生, 就未能够完全戒熟那些, 就不是说, 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人家, 是吧, 伸布利益, 我都是食生的伸手, 其实讲到尾, 食生可不可以食肉呢? 我这样看, 食生的定义无包括食素, 你喜欢吃牛扒, 食一成生, 食九成生, 小小熟都可以叫做食生的, 那些牛扒, 那些细胞组织, 未死光的, 就是这样, 很多人是两成生生的, 四成生的, 六成生的, 没什么规定呢, 就是哪些人去到哪个位, 才可以叫自己做食生主义,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又想一下, 刚才你一听到他们分享, 我们不是宗教来的, 不是说你做不到就下地狱, 不是这样, 反而我们个个为何要谈这些东西, 为何要关注饮食的问题呢, 我们是追随, 身心灵的健康, 希望食得对, 希望食得对自己有利, 不是有害, 所以就走在一起, 一起互相支持咯, 他们问, 食生可不可以不食100%? 那当然可以, 我们为什么不叫自己做食生100%? 因为不可能做100%, 我们尽量知道的就不食熟的东西, 知道的就不食肉, 食不食肉呢, 那是另一个选择来的, 虽然现在火车, 几班一架, 哪一班火车適合你呢, 不知道的, 没有所谓的, 现在想讲下, 吃生一轮, 那时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刚才那里大约解释过, 原来吃生了之后, 你吃熟, 有时觉得很辛苦, 你的身体很抗拒, 有时你的神志有点不清, 就会打烂东西, 这样, 现在又谈下他们问, 不想食生了, 吃熟可不可以呢, 你问我呢, 我就没人回答你了, 我们群组那里, 听下大家的意见, 我知道的就是, 吃生一轮, 回去吃肉会发生什么事, 看你吃多少, 看你吃得健康, 如果你吃蒸草米饭, 如果你吃手炒芽菜, 这一个是很大功德, 譬如这样讲, 就是, 他们猛地问, 吃生一轮, 走回头路, 吃肉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是, 老婆会很开心, 或者你的老公会很开心, 如果他支持你, 如果他不支持你, 家里其他人不支持你, 那你就要用很, 怎样讲呢, 很精彩的手段, 如果我只是吃素, 吃熟的素可不可以呢, 不用再问可不可以的问题, 就是你肯承担多少呢, 你现在感觉上, 是否可以多吃生呢, 如果你可以, 你就一步一步加入我们的行列, 现在通讯设备这么方便, 随时打电话不用钱, 那你就这样做, 就是长哥的Facebook Page, 非常清楚的, 你加入了, 你怎样去, 所谓加入食生族呢, 即是说, 提升你食生的比例, 最成功就是, 总是有一天, 你达到100%了, 完全不吃肉, 不吃鸡蛋, 不吃奶了,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是有啦, 慢慢来啦, 一步一步啦, 就这样啦, 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说, 不要觉得, 哎呀我好失败啊, 我整天都解不完, 行不行啊, 我吃点不吃点不行啊, 长哥很正面肯定地告诉你, 可以的, 可以的, 吃肉的人可以多吃点生的, 吃肉都算是吃生的, 如果你吃那些真的生, 譬如如如生那些, 就可以的, 没问题的, 肯定你问我, 如果你真的要吃肉, 吃生好过吃熟, 因为它里面有消化煤, 因为它里面保存了很多的营养, 就是这样啦, 我都觉得很意外啦, 竟然有人知道我们的会, 有人吃熟的很惊奇, 有人吃肉的很惊奇, 好啦, 大家不用这么惊奇,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没有一个人会是对的, 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念, 自己收回来的智慧, 自己的经验,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啦, 常常要拍片就是这样啦, 就是每个人一起交换了资料, 还有感情的交流, 支持一下, 不容易的, 吃生是很容易, 但是失败更加容易, 成功的很少, 看下大家可以吃多些生的东西, 停留在几多%的阶段, 但是事来运转呢, 你缘分一到, 就是转回接近百分之百的, 那不奇怪的, 好啦, 今天呢, 都讲了很多啦, 关于吃生的问题, 大家不用再问, 吃些熟的东西行不行啊, 我只可以这样回答你, 你爱自己, 其实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讲一听, 吃生一轮, 回去吃肉的问题咯, 在我这条片的介绍, 回应那里, 大家会看到, 很多人的讨论, 和常哥的讨论啦, 好啊, 这次呢, 多谢大家收看, 唱歌当然不会太適合啦, 欢迎你, 将你的看法, 将你实行的经验, 和我们多多分享, 你的分享, 你的分享是我们收到的祝福, 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不断地脱胎换骨, 成为身心灵健康的大使, 去祝福这个世界, 我们是有任务有使命, 去祝福这个世界, 那你就活得很精彩, 这样啦, 好了, 这次讲到这里先啦, 吃生可不可以吃肉, 可以, 吃生不吃100%, 绝对可以啦, 吃生小小熟, 吃生小熟, 吃生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了, 上个日很多条片, 讲这些问题, 请你在YouTube群组那里, 看下我每条片头, 那句其实讲些什么, 你会发现, 那里真是一个宝藏, 上个用了很多心机, 在那里, 希望我们一起觉醒, 在告别之前, 我们又做一次静心, 好吗, 这次静心, 是以感恩的模式, 嗯, 感恩这么多先行的朋友, 用他们的说话, 用他们的行动, 作为榜样, 让我们可以, 吃得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幸福, 感谢自己有缘, 和大家同行, 可以走上更加健康的路, 最后, 感谢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经常被我们租资, 但我们仍然是得到身体的支援, 享受人生, 消灑走一回, 多谢他, 多谢他, 拜拜, 大家, 有什么想问, 想聊, 想挑战, 最好, 嗯, 多谢你, 拜拜, 拜拜,